上帝对大卫说 我要做你的父 你要做我的儿子 有所有的君王可以说成为神的儿子 神成为他的父亲 但命令是说你若犯罪 我就要刑罚你 那么这样的到底是耶稣像大卫呢 或者大卫像耶稣呢 因为这是神对君王大卫的应许 那这里呢 希伯来说的作者说不是 那应许是对耶稣基督的应许 从来有哪一个天使 上帝对他说 我要做你的父亲 你要做我的儿子呢 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天使 没有这样的圣灵 所以这样的大卫不是那真正领受这应许的原体 而耶稣基督是 大卫不是赢子 如果说耶稣基督像大卫 因为大卫做了王 耶稣像大卫 我告诉你不是你 大卫像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称耶稣的时候 他用的名称是用神的名称来称耶稣的 这是犹太人没有注意 后来耶稣基督对发利赛人讲道的时候 提醒他们的一句话 耶稣基督对发利赛人怎么讲呢 耶稣基督说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大卫的子孙是基督吗 他说是的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 那他们就不能回答了 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称孙子做上帝的 你称你的孙子做主你怎么搞的 你对你的孙子说主啊主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犹太人读那些圣经的时候 他们就模模糊糊的不再追求到底 不再了解根深 他们就把他含糊的过去了 当然我认为有时候你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样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当时强求一定要马上明白的话 可能产生异端 所以有时候不要勉强 特别是不能勉强那些 不是真正懂的人来给我们做解释 否则我们的信仰会进到很大的危机的里面 所以当你看到一些事情很难解释的时候 我劝你买几套好的解经书去看 请一些有权威的人给你做解释 否则的话你勉强以为你自己的思想够聪明 那就用自己的办法去解的时候 解出一个异端 再加上你又恩赐教导别人 那危害就更大了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一节圣经呢 是记载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 主对我主说 也就是上帝对我的上帝说 那么在中文的圣经是翻译成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要坐在我的右边 耶和华是上帝 对我主说 我主是谁啊 在这个西伯来人 这个法利赛人 犹太人念这些圣经的时候 他们都不大清楚 所以他们就一代再一代 一年过一年 这样到耶稣的时代 从大卫一直到耶稣 差不多一千年 没有好好解释这些圣经 主对我主说 他们都知道 弥赛亚要来 弥赛亚要从大卫这里生下来 所以叫做大卫的子孙 那么这个子孙 这个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流 这个子流这个字呢 就变成哪撒勒 所以耶稣是哪撒勒人 那这样的哪撒勒人耶稣 也就是从大卫子流下来 这一位哪撒勒人耶稣 是谁呢 是大卫的子孙 如果他是从别的一个支派 生下来就不对了 如果耶稣不是犹大支派 如果耶稣不是大卫 这个系统生下来 他就不可能是基督 所以要认为耶稣是基督 一定要肯定 他是在犹大支派 他不是在立位支派 他不是在变亚民支派 他不是在玛拿西支派 他不是在以法连支派 他一定要在犹大支派下来 犹大支派中间有这么多的人 要从大卫这个王的身上 这系生下来的才是基督 所以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在当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 不是提到多数的 是提到单数的 那个大卫一个子孙 这一个单位 单单一个的这个子孙 这就是神的应息的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 就是神要对他说 你作为我的儿子 我作你的父这一位 这就是神的弥赛亚